政府目标在下个立法年度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 消息透露新方案将会简化原先的计算方法 政府消息人士说在新方案下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 政府同样向雇主提供25年资助 财政承担大约329亿 但会解决旧方案复杂的计算方法 也都尽量在前期提供较多的资助 协助中小微期过渡 政府以雇主每年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支出总额50万元为界线 头9年设有封顶机制 每年上限是3000元到5万元 最初3年雇主只需要承担一半的遣散费或者长服金 其后每年再增加5% 到第9至11年维持八成承担 之后再分阶段递增 到第26年就再无资助 至于支出总额超出50万上限 在获资座的25年期间 就要将余数乘以相应的比率 大致同手50万的承担比率相约 头3年雇主支付一半 其后每年增加5% 到第13年就要付存额 据例雇主在实施第三年 解雇一个雇员需要支付60万的遣散费或者长服金 雇主头50万需要付一半 但在封顶机制下只需要付3000元 剩下10万就只需要付一半 即合共53000元 剩下50多万就由政府承担 至于新方案会否引发解雇潮 消息说在方案实施前的遣散费和长服金 仍然以现时的方式对冲 不会造成解雇有因 政府消息人士说新方案需要修改 七至八条的法例需时处理 但随着资金业平台在2025年启用 希望新方案可以在同年实施 有劳资代表支持新方案 相对比以往是简单的 亦都容易是令到在过渡期的时候 就是帮中小微期 那试验期应该是相对容易很多 最重要件事快点 拿上了法会快点通过 而有任何修改都跟本身勞工停役 没有关系 他希望尽快成事 不要再节外生枝 《无线电视》记者李游昆报导